再来又要带您看到美食了 苗栗市一间古早味的铁板面 飘香了18年 面体加上秘密的酱料 瞬间变成美味 连掏克也称赞 外的顾客甚至会淋上酱汁 再打包带走 老板娘先是以发财车起家 到近几年才有自己的店面 让顾客能有一个 可以做着吃饭的地方 铁板面在铁盘上煎得滋滋作响 老板娘熟练地打了颗蛋 再加上美味的秘诀 葱和蒜等秘密酱料 先生你要辣吗 问为什么会吃得那么习惯 因为它酱料比较特别 酱料 热乎乎的面体淋上酱汁 瞬间变美味 再拌上半熟的蛋液 连掏克也称赞 而外带的顾客甚至会淋上酱汁 才打包带走 老板娘每天一早就起床 准备食材 就是要让顾客品尝到好吃的餐点 我以前是餐车 店面我成都吃这个 这家店是三年多 客户帮我撑起了 是检查品那些检查人 县政府的这样子 老板娘先前以小发财车起家 在餐车上营业十八年 直到最近才拥有自己的店面 就是要让顾客可以好好地坐在店里 品尝美味的铁板面 记者综合报导 在餐车上营业十八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财轻